李欧三世的敌人先是公开向他挑战 以通奸和做伪证两条罪名指控的 李欧三世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的敌人 说他们出于嫉妒 才信口辞黄 造谣重伤 无非是想要抹黑他这位新当选教皇的形象 双方的口水战迅速升级 罗马城内的气氛相当紧张 799年4月25日 李欧三世带着圣职人员在罗马城内大街上 举行一连串的连导仪式 正当他向弗拉米尼亚城门行进时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对歹徒 他们手持武器 精散人群 刹那之间就靠近了李欧三世 然后将他击倒在地 歹徒中有人大叫着 弯他的眼睛 割他的舌头 只见几个人举起刀剑 挥刀直逼利欧三世的眼嘴 正在这危急时刻 叫皇位队的两名卫士冲了上来 拼死打退歹徒 这时 斯波莱托公爵威尼基 也冲上前来护驾 此人正是因利欧三世的请求 而由查理曼派来罗马 保护教皇的使节 威尼基指挥那两名卫士 架起昏厥中的利欧三世 一路仓皇逃出罗马 最后来到临近的威尼基的领地 斯波莱托打工国 威尼基把利欧三世 安置在一家静谧的修道院中修养 同时派出大批卫士将修道院团团围住 以确保利欧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 威尼基又派出信使 将教皇被袭躲藏在斯波莱托的消息 快骑飞报查理曼 查理曼得到奏报 知道罗马城出了大事 他派在罗马城中的间谍人员 也传来消息 说是一些罗马城中的贵族 缩使并雇佣歹徒 击杀教皇 然后企图另立新教皇 查理曼认为 鉴于罗马城内情况复杂 利欧三世 虽然暂时脱险 但仍有被敌人追杀的可能 他下旨命令威尼基 设法将利欧三世 转移至法兰克国境内 当年年底 威尼基护送利欧三世 抵达帕德伯恩 该地位于现代德国的 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 查理曼的军营 当时就设在这里 查理曼听说 利欧三世到了 立刻骑马出驾相迎 见到利欧三世 查理曼翻身下马 抱拳势力 圣洁的陛下 您在这里终于安全了 利欧三世也赶紧还礼 万岁 您太客气了 老您亲自迎接 这一次罗马争辩 多亏您的使节 威尼基公爵舍命相救 一路护驾 我这才能私利逃生 化险为夷 万岁您的大恩 我真是回报不了啊 查理曼微笑道 哪里 哪里 你叫我万岁 我叫你陛下 都挺别扭的 咱们都是主内兄弟 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 这样吧 你不要叫我万岁 我呢也不叫你陛下 咱们还是兄弟相称吧 这教会中的事情呢 还得由你立弟兄来领导 这士族上的事情呢 就交给我来管好了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为你立弟兄 保驾护航 利欧三世接过话说 查弟兄说得好 咱们教皇国现在的情况 还得权杖你查弟兄操劳 你若能帮助我们恢复秩序 消除那些敌对分子 和反反贵族 我必尽一切 可能来众谢查弟兄的 救护教会之伪攻 到那时 我必亲自给您行加冕大礼 正是加冕 您为罗马人的皇帝 好说 好说 查理曼一下子颇感有些意外 觉得这份大礼 自己有点不配接受 不过心里倒是美滋滋的 兄弟我只是法兰克的国王 身为法兰克人 当这个罗马人的皇帝 似乎有点不妥吧 罗马人的皇帝 只有罗马人来当 这才说得过去嘛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保护咱们罗马教会的丰功伟绩 比当年君士坦丁大帝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功高盖世 当这罗马人的皇帝乃是主神拣选 民心所归 我主我神正式拣选了你来拯救我们罗马教会和罗马人 来帮助我们建立上帝之城和神志之国于地上 重塑西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 利欧三是一个劲的说着好话 况且 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目前是一个叫伊林纳的女人执政 其实我们罗马人根本就不承认女人能当罗马人的皇帝 所以你当我们罗马人的皇帝是名归实质 正逢其时 查理曼听了 哈哈大笑 也罢 也罢 那么利弟兄就请在军帐中休息一些时日 罗马城的事情由我亲自来处理 待你身体复原了 再考虑返回罗马重新亲政 接着 利欧三是就在法兰克国王的大营中待了下来 由查理曼的将军们和大臣们好生地伺候着 与此同时 查理曼派人去罗马跟那些敌对贵族的代表们 展开谈判斡旋 要求他们请利欧三世 回罗马恢复旅行教皇大权 敌对贵族们 坚决不妥协 并威胁要另立新教皇取而代之 查理曼于是决定亲自由护送利欧三世 回罗马城 八百年十一月 威风凛凛的查理曼 带着阿尔昆等一班他的重臣 保护着利欧三世离开帕德伯恩 他们在大队法兰克士兵的簇拥之下 一路浩浩荡荡地开进罗马城 12月1日 在查理曼的主持之下 在罗马举行和解会议 利欧三世一方与敌对一方 各派出数名代表出席 双方对利欧三世的通奸和作伪政两项指控进行答辩 可是两方都各执一辞 敌对方明明知道查理曼向着利欧三世 就是坚决的不肯让步 执意要利欧三世服罪认法 并辞去教皇之职 三个星期过去了 两方争论毫无进展 查理曼不得不插手 尽快将事情摆平 12月23日 查理曼判决敌对方对利欧三世的指控 纯属子虚乌有 暗截匪徒刺杀利欧三世 更是罪不容束 下令恢复利欧三世的名誉 并立即复职 将敌对方的罗马贵族分子 驱逐出罗马城 流放荒蛮之地 就这样 一场针对利欧三世的判乱行动 终于破产 利欧三世在罗马重登教皇宝座 又过了两天 正是圣诞节 利欧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 为查理曼举行隆重盛大的加冕典礼 查理曼跪在利欧三世前面 他被欢呼为罗马人的皇帝 又被授予奥古斯都这一罗马帝国历来最高的地号 查理曼得了奥古斯都的罗马地号 当然让东边的拜占庭帝国女皇伊琳娜非常生气 作为皇帝和女人 她受到了双重的侮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拜占庭帝国一直以罗马帝国的正统传人自居 就连西欧的大片领土包括意大利和罗马在内 在名义上仍然画在拜占庭帝国的地图之上 但是伊琳娜统治的拜占庭帝国内忧外患 无利以军事实力 站出来说话 只能发表一大通外交声明 严厉谴责利欧三世 诅咒他对查理曼的加冕 没有法理一句 并高调宣布 拜占庭不承认查理曼的地号 甚至也不承认查理曼是与东部拜占庭皇帝地位相等的西部皇帝 到了十几年之后 拜占庭皇帝才勉勉强强地承认查理曼的西部皇帝的地位 无论如何 这场发生在罗马的动乱总算结束了 利欧三世重新当上教皇 扎里曼得了罗马地号 两人各得起义 双胜双赢 两人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